说起来呀 演艺圈 唱儿优泽演的例子 真是不胜美举 天后王妃也曾演过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 歌手想去演戏就很容易呀 这部昨日在京举办的 新专辑发布会的张伟 就透露 虽然自己也试过好几次戏了 但是至今也没有 接下一部影视约 过一些导演 接触过一些剧本和剧组 但是因为缘分 就是 只给接触 不给继续 对 自己还不够熟吧 其实小谷我觉得呀 歌手演员大家各司其职 也是蛮好的 再说了 作为歌手最大的梦想 肯定是出专辑 看演唱会 唱现场啊是吧 这部当天 张伟就在自己的新专辑现场 演唱了不少首自己的新歌 别看台上的张伟 台风相当有霸气 他曾经一次很炯的表演经历 可是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呢 好像是我的破音特别严重 对 就是 睡眠不足导致的破音非常严重 然后特别特别完美的一次破音 又可全一乐 只要是真唱 破音又何妨 北京报道 说起来呀 演艺圈 唱而优则演的例子 真是不胜美举 天后王妃也曾演过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 歌手想去演戏就很容易呀 这部昨日在京举办的新专辑发布会的张伟 就透露 虽然自己也试过好几次戏了 但是至今也没有接下一部影视约 过一些导演 接触过一些剧本和剧组 但是因为缘分 就是 只给接触 不给继续 对 有问我为什么就是没有继续下去 自己还不够熟吧 其实小谷我觉得呀 歌手演员大家各司其职也是蛮好的 再说了 作为歌手最大的梦想 肯定是出专辑看演唱会 唱现场啊是吧 这不当天 张伟就在自己的新专辑现场 演唱了不少首自己的新歌 别看台上的张伟 台风相当有霸气 他曾经一次很炯的表演经历 可是让他至今都记忆犹心呐 好像是我的破音特别严重 对 就是 睡眠不足导致的破音非常严重 然后特别特别完美的一次破音 又不全一乐 只要是真唱 破音又何妨 北京报道